大批人去到港大附近的伯父林道 准备清理路障 当时有黑衣人在行人天桥上聚集 有人在桥底和黑衣人对骂 黑衣人被劝走 马路上的人用铁支锤仔等 铁开石屎路障 有竹城人链将砖运走 有黑衣人在桥上叫梟 有竹城路障的人说近日生活受到影响 我小朋友上个身体没得上学 他不是三霸 他阻人上班上学 如果他们问民主自由 我不知道他想将香港变成如何 你这条路是很主要去派议员的 你一间这么大间的医院 如果真的有需要 是影响到其实是路边一方面 其实都是影响到 我觉得清理是一方面这个社会 政府安排蜜豆车来到 清走路边谈认杂物 日陪客业人在天桥上看着 防护警察之后来到 在九龙塘城大队开的歌和路街 一批黑衣蒙面人拿着长竹枝和汽油弹 当时有人还在清理路障 走啦走啦走啦 黑衣人订杂物 有黑衣人扔汽油弹 旁边是油站 清路障的人还击 防护警察之后到场 黑衣人散去 差不多时间 李大队出一段七岩道南 也都有人出来清路障 一批黑衣人由唱运道出来 要求对方离开 部分人拿着砖头 有人冲前向清路障的人的方向扔砖 试图襲击其中一个人 清路障的人加入 一度拉扯和打扔砖的黑衣人 几个黑衣人也都介入 救走黑衣人 过程里面两个清路障的人也都受伤 无线电视记者闪致报道 港铁服务继续受阻 现在东冲站上水站关闭 东铁线大埔虚置火炭站一段 仍然暂停服务 东铁线被破坏的范围仍然最大 在新架的大学站 港铁说早前被暴徒 扔汽油弹攻击和恶意破坏 车站部门转头集物 中大2号桥下面的路轨 有铁通和木板 路轨旁的设施被破坏 电线外路 早前停泊在车站被中火的列车 挡风玻璃又被打转 已经拖回车厂作详细检查 港铁说预计车站需要一段长时间复收 红磚站路轨在早上9点几被人订大量集物 有铁支 椅 和纸箱等等 也有人订汽油弹 红磚站来回旺角东的列车服务 一度停了一个小时 星期日沙田马场举行入马赛事 港铁说应马会要求几日圣街东北交通接近瘫痪 保铁路 吐露港公路被堵塞 出入九龙大受影响 政府昨晚开始安排渡轮 来往大埔海滨公园码头和乌溪沙公众码头 行程大约20分钟 在吐露港公路重开之前 两个码头铁组都大排长凉 我是今天休息才回家人 我在朋友家住了几天 如果真的扣这样的方式来上班 就是要提早三四个小时出门就好了 也有大埔居民说 即使有事人都帮不了多少 我都被困在大埔六人量 我们是回哪天的时候多少人 如果你现在我不上班 我生活当然受到影响了 我从我家去到海滨公 我已经两个独立了 我都没上船了 所以我跟我说一句 怎样建设一下香港 我不用给将来更好的香港 政府同时提供免费旅游巴 来往大埔海滨公园大景街汇船处 和大埔区新达广察 武显电视记者容家耀报道 有事人转头